這裏其中一支就是Adami Macarland 相信這酒已經是30年沒有在市場上見過 對上一次拍賣紀錄差不多是86、87至01 這兩支酒最特別的就是因為 不是公開發售的 它只做了12支每一款 就是給一些當時在Macarland 他們覺得是最重要的客戶或者客人 另外另一個因素很重要就是 我們叫做酒廠入瓶的酒 這也是1926年 是Macarland在20世紀來說 一支最老的一個酒 它就陳年了在雪梨桶裡面60年 在86年推出市場 這一支在我們面前 就是來自一位意大利的pop art artist 叫做Adami 他就很喜歡用一些幾號 和很厚的線條去表達它一些畫筆作品的風格 Adami這個挺特別的就是 當然它有一些很亮麗的gold crust label 還有它就是在酒標裡面 還有它本身那支酒在裡面 就挺特別的 這種風格其實在之後一些威士忌 label 或者酒的 label 都會發現到 這一支就是平號 那麼二號 當然Sir Peter Blake很出名 也是一個pop art artist 他就將1926年 他的標籤其實很豐富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事件 這樣說 他就將1926年發生過一些世界性的大事 就放在他的標籤裡面 融入了一些很特別的 他用一些顏色和相和畫 去合成的一個標籤 它產量很好笑 當然如果用一些葡萄酒也有 威士忌也不例外 也會增加它的收藏性 絕對是 我們見過就真的有一些相片是喝了空瓶 那空瓶當然是被收藏家也收回 當時的話 也都相信曾經有一隊 在日本的地震市損壞了 打爛了 這些資料也是跟一些很資深的收藏家都得到 當中你說12支 每瓶有12支 其實喝了或者爛了 可能真的沒有12支那麼多 在世界上 這次定價將會是 這兩瓶將會是獨立拍賣 股價是360萬至460萬港幣每瓶